丁俊辉核酸阴性 单局限时赛中国军团仅剩一人 2022年1月22日 斯诺克单局限时赛第二轮比赛全部结束 泰一六 选手中赛尔比 威廉姆斯 艾伦 宾汉姆晋级 莫菲 霍金斯 布雷切尔输球 八位出战次轮的中国选手 只有梁文博一人取胜 因为出现发烧症状临阵退赛的丁俊辉 在一日得到了核酸检测阴性的结果 昨日丁俊辉在抵达赛场后出现发烧的症状 本着对自己和他人健康负责的态度 丁俊辉紧急决定退赛 返回家中自行隔离并进行核酸检测 退赛的结果固然遗憾 丁俊辉的身体状况则更加值得担心 好在一天后传来的消息令人欣慰 丁俊辉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为了避免传染给同在英国的家人 和自己学院的伙伴们 丁俊辉将继续进行短时间的自我隔离 并以服药治疗 期待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到训练备战当中 按照赛力 丁俊辉随后可以参加的比赛分别为 2月1-2日进行的冠军联赛第七小组 以及2月2-6日进行的土耳其大师赛资格赛 15岁的英格兰天才少年斯坦穆迪 在首轮击败鲁宁 成为在排名赛中赢得比赛的最年轻球员之一 不过穆迪未能继续前行 在他次轮2-11布迪奥利弗莱恩斯 两人联手刷新了单局最低总得分记录 去年哈米姆侯赛因9-7 击败彼得莱恩斯的比赛 成为单局总得分第二低 但依旧保持着获胜方最低得分的记录 波斯王子瓦菲季首轮打出123分的破百后 在次轮再度奉献精彩表现 打出单杆83分 击败平吉斯 希尔以27-26的微弱优势击败佩奇 后者由于时间问题 未能打进最后一颗红球 错失了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的机会 7位Top16 球员出战第二轮 其中4人晋级 3人出局 塞尔比以64强中 唯一莱斯特本地选手身份出战 塞尔比此前在大师赛两轮抢6的比赛中 累计仅打出一杆50加 反而在单局限时赛第二轮打出单杆61分 带着家乡父老的期待继续前行 威廉姆斯在26-14落后的情况下 打出单杆35分 完成逆转 艾伦 兵汉姆军凭借一杆30加 击败各自对手 莫菲在31-0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手在随后4次上手得分 最终遗憾输球 霍金斯23-36不敌卡特 这时卡特第10次参加单局限时赛 但他此前的最好成绩仅为8强 布雷切尔35-54不敌 来自兰开夏郡的29岁业余球员布莱克威尔 中国军团普遍发挥不佳 8位登场选手中 只有梁文博一人取胜 田鹏飞在最后一秒 被克莱克斯追至12比12平 并在随后输掉点球大战 范征一 张安达 袁思郡 雷佩凡 曹雨鹏和高阳均未能获胜 霍金斯20-36A 卡特 范征一23-64D 威尔逊 33-56K 乔哈尔 梁文博67-19Z 莫菲31-55I 博恩斯 L 海菲尔德 39-16C 乔伊斯 12-20J 克拉克 M 乔治乌 61-25F 劳埃德 22-43M 艾伦 莱恩斯 11-2S 张安达 17-29M 塞尔特 B 平奇斯 36-90H 布莱克威尔 54-35L 布雷切尔 P 迪威尔14-40Jack 希尔 27-26J 佩奇 M 威廉姆斯 50-26M 斯莱塞 26-77M 塞尔比 M 邦德 29-18P 克莱克斯 17-12田鹏飞 D 宾汉姆 42-9雷佩凡 M 曼恩 38-33J 曹宇鹏 26-57A 泰勒 高阳1-53S 达赫迪 27-9D 吉尔伯特 B 卡索尔 70-8A 汉密尔顿 23-43C 维克林 L 菲尔南德斯 16-57D 霍尔特 37-30S 利西藤伯格 林山峰 30-52 莉莉 0-32A 西金森 J 利索夫斯基 18-68R 琼斯VSM 艾伦 伯恩斯VSM 布莱克 威尔VSD.A 西金森 A 西尔VSM 泰勒 VSH 瓦菲 D 杨VSM 海菲尔德 VSD 沃默斯利 M 塞尔特 VSA 莱恩斯VSS 丁汉姆 D 琼斯VSS 克莱克斯VSB 卡索尔 乔治乌VSK 达赫迪VSC 维克林 N 邦德VSJ 梁文博VS 林山峰J 利索夫斯基 R 威廉姆斯VSM 字幕志 辣尔特